六七元钱的人适合出家当和尚吗 其实越是六七元钱的人 越是适合做修行人 因为今时不牵任何人 无牵无挂方程大道 我们都知道修行人一般都要过情关 其中不仅包括爱情关 还包括亲情关 正所谓围道需要猛烈 无情 金刚四体 社会的教育是把学研亲情看得很重要 而出家人某某被看作没有人情文 因为他们不履行传宗接待的责任 不履行在父母前尽孝的义务 正是因为许多人心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牵绊 再过亲情关时无理自拔 所以往往精神严重美好 事实上大量凡夫俗子与父母与长辈之间都是孽缘 因为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甚至每每相见都是面和心不好 表面上看起来和和气气 相亲相爱 实则父母觉得孩子天真 孩子觉得父母事故 因而总是争论不休 只不过是大家都被所谓的亲情观念掏住 所以不得不维持下去 这种父子子孝的去 海山大师曾做过这么一个细子 六道轮回苦 孙儿娶祖母 牛羊席上做六青玻璃主 意思是 今上今世你们是祖孙 可上一辈子你们说不定还是夫妻呢 所以不必太看重这一遭的来来往往 将这一本戏按主张顺序走个过场 就算了结千元了 不必对儿女父母有过度的关心和担忧 如果入戏太深 执念太重 反而对自身不利 毕竟个人有个人的因果 如果破除财富 权力 名望 儿女 婚姻等各种羁绊 则会一生纠缠着红尘牵绊 一事无常 所以在佛教中有亲情障 爱情障 名利障 等种种障碍 这也是许多人难以修成正果的缘故之一 话说回来 一切都是业力纠缠 与因果轮回 你要明白 亲人只是参与你这一世剧本的演员 在悲欢离合之间 体悟到无常 缘起缘灭的因果 才能使我们慢慢地清静下来 就像真正的人格独立 是学会如何代替别人爱护自己 想办法让自己活开心了 舒坦了 自洽 能够被自己内心的思想 感受等所陪伴和安保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最好不要对他人 保持有过分的期待 即便是至亲的父母 兄弟姐妹 道教说 能若道门者 即是六七元前 是真是假 道家讲究阴阳和和死生一体 以仙道贵生 无量度人作为修行目标 认为人间的伟业 是由生者与死者共同缔造 在漫长而屈折的道教发展史上 道教尤为重视亲情和孝道 教育我们要终于国家 终于家庭 好比欲学仙道之常生 必先修人道之孝性 人道未了 仙道难全 对于道教来说 对于玄妙的摘教俘虏文化 以及神奇的长生之道 所谓的修行 可分为身出家和新出家两者 其中凡是全真派的道士 必须出家住冠修行 为之身出家 需要拜别父母双亲 抛弃世间的功名利禄 爱恨情愁 而正一派对道士出家修行 没有严格要求 可以在工作生活的同时去修行 也可以像全真派那样 前往山林里苦修 不过在当今这个充满欲望 和堕落的时代 要想时刻清醒自己 要借除世所欲念 贪嗔与吃亡 还是跪引到山林中的道观去 修比较容易些 值得一提的是 出家当道士 并不意味着舍弃人间的孝道 道教众人向来感念祖宗 父母养育之恩 好比敬天法祖 也是道教非常重要的一种器 更是道教千百年来 为之践行的修炼功德 例如《太平经》中明确提出 天下知识孝为上帝 这正是道教所推崇的孝道的体现 只是道教虽然提倡个人修行 但素来将孝道与修仙的目标集合为 以张一派的四不吃 乃提倡忠孝节义思想 就可见一般 人们认为成献得道 是为了更好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这是大修行 大善念 大作为 大功德 包括许多全真高道 也以孝道主 如刘长生 马丹阳等等 因此道士即便是出家 也不会改变姓氏的 有的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想 竟然道教这么重视父母 儿女之间的骨肉亲情 是不是对六亲缘钱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鄙视呢 其实不然 越执着于这段父母子女之间的缘分 越有可能陷入痛苦的拟长和业障的迷宫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分也分善缘和恶语 其中的因果你可曾参无透 有道士无债不去婆娑 无业不来红 无业不能相遇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一缘有善有恶 生活中经常能听到 有人说某某家的孩子很懂事 小的时候不给父母带来太多麻烦 长大后从来都不让父母操心 双方的感情非常亲密牢够 这就是善缘 一般都是父母几辈子的福气 才秀来这样一个来报恩的孩子 也就是佛法上讲的菩萨俊术 这是他为了报答案子 在过去的累世中对他特别好 所以他会不断地给父母物质上回报和精神慰藉 目的就是为了偿还欠世的恩情 还有一种孩子生下来是来报冤的 他们多半从小就跟父母不对付 经常一个说往东 另外一个就非要往西 非要把父母寄个半死 才算是心满意子 和父母的关系就像敌人一样 属于生活 这就是前世的冤家来寻仇了 遇到这种子女的父母只能资争到 因为这笔账你只能硬着头皮去还起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六亲缘钱的孩子 这部分人和父母之间 彼此都能把对方看得太重 即便有虚言感情 也总是亲近不起来 这说明你们上一世的欠债很少 瓜哥很细 所以这一世 也没有什么恩情和欠债 需要处理和了结 纯粹是缘分刀了 好比孝顺还生孝顺子 五逆还生五逆儿 父母和子女的缘分 也是要靠双方去经营维持的 总的来说 治疗创伤的最大挑战 是重新建立自我意识 如果你一往的生活中 长期体验到了忽视 情绪虐待 躯体内带或者暴力 例如童年情党忽视 背景离乡 遭受他人欺凌等等 都会促进心理创伤的形成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自我觉察的核心 在于让自己痛苦的记忆情绪得以表达 尤其是现代人浮躁的心理 更容易加注心理创伤 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或青春期 或过度受伤的情绪过激反 可以通过对自己表露创伤 来获得治愈的关键